Hello,大家好,现在想采一点薄荷,因为今天中午想做这个鱼翅 然后呢,做这个海货的时候放一点薄荷可以起到一种去毒的作用 好像可以帮助你把海货里边的那个毒气去掉 所以这个薄荷呢,就是有很多的作用 就是说好像可以消炎 如果是你感冒壳是嗓子疼 然后呢,弄一点薄荷,冲水喝,这个很管用 对,以前糖精,糖浆,以前的糖浆都是用薄荷做 糖浆是用琵琶,琵琶和薄荷 还有薄荷糖浆吗? 对,琵琶和薄荷,薄荷是你喝那个以前糖浆的时候都有薄荷味 哦,是吗?都不知道 还有那个做芽,刷芽的芽膏,你看它就叫薄荷芽膏 就是也有削芽周炎的作用 所以薄荷是一个,薄荷消炎 消炎很好的东西 对,这个薄荷呢,如果说你吃不完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剪下来以后晒干 晒干以后呢,把这个薄荷叶打碎 打碎,装到那个塑料,装到袋子里边 就是一种那个,就Herbal,咱们买的那种,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你自己把它弄干净,然后把它剪下来以后晒干以后把它打碎 到时候装起来就是那种你在商店里买的薄荷的那个东西 对,它还有一个薄荷,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说 你要是在某一个部位放薄荷,种薄荷,然后蚊子就很少 对吧,用蚊子去蚊,这个作用很大 所以蚊子就闻不到这种薄荷味 而且这个薄荷呢,特别容易种 就是说,你在朋友家里挖那么一种回来 然后放到地里就能,就能种 就是这个就是我朋友给我了一小组 就一颗,然后呢,现在繁殖的到处都是 因为它自己那个根部就在底下到处使劲的繁殖 所以已经繁殖一大堆了 这个,如果说你没有 在朋友家找不着的话,那你就上那个 就是店里,Home Depot都有卖的,买一小盆回来 今天在湾区这个地方,它还是可以 薄荷它都不死,一直都有 而且呢,就是说你在冷的地方呢 这个薄荷你把它剪掉 然后呢,一开出来它都能再掺出来 所以说不需要每年种 而且它繁殖能力特别强 对,薄荷是一种野菜 你如果是你到那个野地里或者公园的或者野地里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薄荷 然后你可以把薄荷弄一颗弄到家里就可以了 对,直接挖一颗就行了 挖一颗就可以了 而且薄荷你要是这个东西 你看在那个酒酒呀或者是永和卖 就是那么一小左右 对 也都得将近一块钱还有一块多 对 所以说这个薄荷自己在家里 就是你开辟一小块地 而且都不需要特别好的地 我们就是边边角角的地 然后再这么一小片就足够一家人吃的了 然后呢就是说它自己的繁殖能力还特别强 对 对 这个薄荷呢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看 所以说你那个 如果你地有很多地方有野草的话 你种好这个以后 然后它就把这个都cover掉了 把野草挤掉 把野草挤掉 然后留下这么漂亮的绿绿的好远看 非常漂亮 对 也很好看 对 种野草也是种了 有的时候家里一大片野草 野草是不想种的 因为它自己每年都充着繁殖 很厉害 所以说你把那个野草挖掉 然后换成薄荷 然后呢就是说你还可以吃到薄荷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推荐大家 在自己后院里种植的一个 如果说这个也是可以在那个花盆里种的 就是说你弄一盆放到那个 找一个大一点的盆 然后把它放里边 然后你也是一年四季可以吃到这个薄荷的 薄荷不是九层塔 对 薄荷就是薄荷 九层塔是 那个九层塔 它是不能过冬 就是咱栽的那种 那个好像每年都需要重新种 这个薄荷还不需要每年重新种 那我采一点薄荷 今天做鱼的时候放里边 今天做鱼的时候放一点薄荷 都太大了 那采的时候呢 把这些老根都剪掉吧 剪掉以后让它那个什么 再重新发 看都太长了 对 又太多都吃不错 你就把它的这个 能吃的叶掰下来 哦 那个根不需要不能吃 对啊 根不能吃 这个根你看都已经长根了 埋到地里就能活 对 然后呢 上面这个地方就说你把它 又咱弄老了 对 不能吃了 然后你弄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根 这个这个叫什么 叫静 这个静也是可以吃的 弄的时候 因为采摘的太晚 所以这个静都变老了 你就不能吃了 要摘的话 像这个就是埋到地里就能活 对 所以说很容易 对 啊 做鱼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们喜欢放一点这个这个 这个薄荷 那先放一点这个鱼做好之后呢 先放一点这个柠檬 柠檬 柠檬汁 柠檬汁 柠檬汁叫 洗到这个鱼上边 洗到这个鱼上边 对 然后再把那个盆也放里面就行了 对 然后呢再放一盆呢 嗯 嗯 对 对 这个这个呢 对去鱼里边的毒气比较好 毒性 所以说做海货的时候 放一点这个菲 你再给我挤一点柠檬汁 对不对 放到鱼里边 鱼上边 对 嗯 对 嗯 嗯 嗯 你看看这个杯手 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 味道很鲜美 嗯 就是说用鱼味炒过的 炒过的这个 杯手 就是这个不是杯手了 就是薄荷呢 就是口味比较好 这样子呢 就是把这个杯手放到鱼里边 然后呢 吃起来呢 也很 就既解鱼毒 也能够吃起来也很好吃 好 谢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谢谢